來 看到的是山陀兒台風 中午左右就有機會 可能登陸到台南高雄一帶 也可以看到在台南這邊的風雨 真的是越來越明顯了 沿海的風浪也相當的大 最新消息連線給記者洪澤睿告訴我們 澤睿 好 持續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今天是山陀兒持續北向的過程 當然今天對於中南部來說 會是影響最劇烈的時間點 而我們現在位置呢 就在台南跟高雄的交界處 你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沿海的風浪非常的明顯 可以看到浪的部分呢 現在不斷地拍打上來 拍打在前方的這個消波塊 所以它一拍打之後 就會掀起蠻大的一個浪花 那確實如果從這個中央相署的資料來看的話 現在沿海的部分 最大的浪高是來到5米到6米之間 那當然不排除在整個台風靠近 以及登陸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出現7米甚至8米的長浪 那除此就來提醒大家 現在在台南啊 雖然說市區的震風感受上 大概是6級到7級 其實已經非常明顯了 但是在整個沿海的部分 這個風的感覺又更明顯 大概有來到9級 那當然今天在隨著它登陸的過程 也不排除在台南風勢的部分 最強震風有可能來到12到13級 好 不過為什麼我們一再的告訴大家說 其實今天的風浪很大 原因就是因為今天是農曆初一15 今天是初一啊 所以呢會遇到潮位是滿潮大潮的狀況 那再加上呢這個浪又非常的大 所以在台南的低瓦地區的觀眾朋友們 就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這個激煙水的狀況發生 那當然今天預估呢 中午前後整個台風的中心 就可能登陸台南跟高雄一帶 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待在家中 確保自身安全 這也是目前我們在台南掌握到的 這件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台北棚內 可能最昂章不願意 太過 sinner就來到這裡